嗯,有一条根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 之前说过,我们会尽量在里面的这个东西 以外来围出去 先看看现在在画蓝色的这个根式 拔下来看看 看看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里面就是40加另外一个根号 我们说过要把另外一个根号形成一个2的环境 所以把剩下的4踢进去这个根号里面 4,4,16,再乘回这个5就是80 这个根号好帅 对了,80了 那么呢,问题就来了 我们需要找一群X和Y 让X加Y等于40 而X乘以Y等于80 嗯... 经过屈指一算之下 就发觉这个X和Y是不容易找的 那既然是这样 这样我们... 可以怎么做呢? 咦? 发觉呢? 这一条数呢 它... 左边这个东西和右边这个东西 几乎... 一模一样 差在这个符号 一正一负 那既然... 我们... 直接解这条数 是... 不太可行的情况之下 那不如尝试... take另一个Approach 看看... 用代数的方法 可不可以帮我们 tackle这条问题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试一试 索性 将X 就等于... 这一大块东西 那... 看到这一块东西 有两大根根好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 几乎就执行一个... 标准的程序 可以这样说 那一般呢 就是试试看下 X的二次方 会不会... 带给我们一些新的heath 看看这条数是怎么做的 那X的二次方是什么呢? 那这个是A加B X的二次方就是 A平加B平 再加2AB 那A平加B平 我们看住了 A的平方 就是... 红色箭嘴 和红色的这两个根好 没有了 那他们... 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就是里面的双加 那里面的双加 那里面的双加 我们看到... 它是8-1大的根好 右手边是8-1大的根好 而绿色画着的这两个根好呢 里面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那... 1加1- 那就全消掉了 那结果... A的平方加B的平方呢 就结果是变成... 只有两个8双加的而已 那所以... A平加B平呢 我们会有16了 那... 再加2AB 2... 2... 那... A和B呢 两个都是根好 那这个大根好呢 就跑不掉了 那... 然后再观察一下里面是什么 里面这两个东西 要继续在一起 那... 之前说过 它们是两个8啦 两个8... 这个是8-1个东西 就是A-B 一个是A加B 那... A-B乘A加B呢 我们就会有公式 就是... A的平方... 减B的平方 那结果呢 这个A是8 那... A的平方就是... 64啦 减B的平方 B的平方呢 那... 就是一个根式啦 那... B的平方... 自自然而... 就是... 根式里面的东西啦 就是... 40... 加... 8... 跟好... 5啦 那... 是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下一步 做一些简单的算术啦 64起码会减到40的 那... 所以... X... 的平方呢 就等于... 16... 加... 2... 跟好... 64... 减40... 就剩24啦 那... 这个减好就成了下去的 那... 所以是... 8... 的... 5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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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 5... 24... 和8... 有公恩可以抽喔 那... 那... 尝试抽个公恩出来 看看如何啦 那... 但是... 先... 我们在跟好里面的喔 那... 一次过不要抽8那麽多啦 那... 试试抽4先 那... 有些保留 让里面可以再做其他东西的 X的平方等于... 16... 加... 这里抽了个4 那... 那... 踢出跟好就变回2啦 那... 22如4 那... 那里面抽了4呢 那... 那... 6... 减... 2... 跟好5啦 咦? 这个变成了一个标准方的DoubleWood 那... 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 接下来就好办事啦 要找一群 X加Y等于6 X乘以Y等于5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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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难到大家啦 所以... X的二次方呢 就等于16... 加... 4 那... 结果找到... 1... 这个X和Y呢 就是5和1啦 5加1是6 5乘以1就是5啦 那...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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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多寫一次吧 再多寫一部 那... 那... 都在旁边写啦 X的平方就等于16 这个是16,但是我们要减4 16减4就变成12 这个是4跟5 OK,那么X的平方是这一东西 那就是我们最后都是要把它跟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又变成了另外一条doubleward的问题 所以呢,但是就不要那么冲动,留下X的二次方先 那右手边呢,我们需要凝造一个2的环境给它 所以呢,把这个2踢进去就变成4,4乘以5就是20 然后我们又要找一坨数了 X加Y就等于12 X乘以Y就等于20 这个也不会难到大家 这一坨数呢,就是跟好10 跟好2的 其次方 对了,那我们可以集中在讨论这个X是什么 那X呢,里面这一块全部都是正数 没有什么是负数 对吧 那解决完这个东西之后 得出来的数应该是正数的 那由于要开放这个X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有必要要进行一个这样的discussion 那我们看到X是大过0的情况之下呢 那所以我们最终得出来的答案呢 X就等于跟好10 加根好2啦 OK 搞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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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